在昨天啊我的银行卡突然间里面有鱼儿 但是不能正常支付了 只能进不能出 因此 现在是过来解锁啊 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啊 这银行的效率确实是有点慢啊 现在终于搞好了 有没有碰到过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啊 听银行的工作人员说 他说 近段时间 为了防止别人洗钱过的那些非法交易 刚刚银行里面那些过来办理的绝大部分都是办理这个业务的都是那个银行账号被冻结了不能交易 就在昨天我的银行卡突然暂停使用了 不能用了 我当时正在购物买东西啊 我一刷哎 刷不了 你的银行卡有异常 然后我就立马我又往里面存点钱呢 他又可以存进去 很奇怪 然后我又转账出来呢 转不了 上面他就显示 你这张银行卡存在异常 然后现在暂停使用 直接跟我暂停使用了 根本就不通知我们的 突然之间就这样子 当时我吓坏了 我我以为出了什么事了 我里面有钱呢 好 然后今天的话我就立马我就跑去这个工商银行去排队 没想到 那里面全都是办这个业务的人了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出现这种问题 昨晚我老公去买东西付款的时候 突然间显示银行卡账号异常 然后我们猛了 今天早上他一大早就去银行那里去排队 后来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他说了有100多人都是被冻结的 看看我的有没有被冻结 后来我也出去看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多人的银行卡 都被无缘无故的冻结 前两手把我的工商银行卡 然后也是被冻结了 无缘无故的 没有任何什么 没有任何什么问题 去那里好多人在排队 都是因为银行卡被冻结的 工商银行啊 烧商银行啊 农业银行啊 好多人都跟我反馈 无缘无故被冻结 有些人 然后我去那里排队排了两个小时 才填满食料 没想到 没想到到今天都过去差不多18天了 但还没有解冻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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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人